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大家看到的是 在江苏张家岗体育馆进行的 2012年全国乒乓球紧交赛 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 女子团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是由山东队对解放军队 刚才又报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一个冷门 按理说呢 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就是奥运冠军李小霞 刚才是 刚刚输给了解放军队的 阳阳 这样呢 山东队是0比2落后 同时呢 我们也想到了 在前面6号的那一天 张继科呢 是输给了两个小将 一个呢 就是江苏队的蔡伟 一个是江苏队的林晨 所以他是连续赴了两场 也是报了个冷门 最后呢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张继科也表示 是回来以后活动比较多 没有进行系统训练 我想李小霞的情况也类似 但是这种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队的后辈选手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像刚才出场的杨阳 包括就是赢张继科的蔡伟 林晨 都是国家队的一名 而且从他们的技术实力 本身就非常强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是顾玉婷 这是曹真 曹真呢 是中国平凡球队的 一个特殊打法的代表 他的正手是反交 反手是升交 顾玉婷呢 是两面反交 胡拳球球快攻 现在大家看到的 中间是乔云平 旁边的是李笋 这是国家队的教练 另外旁边的是陈斌 也是国家队教练 陈平呢 是曾经和刘伟 是世界女子双打的冠军 现在呢 是山东省乒乓球中心的主任 同时呢 他在乔乓球的 这个教练工作中 很重要的就是 培养了李小霞 因为李小霞当时呢 是很小的时候 就从他的老家安山 到了山东的济南 后来呢 就在乔云平的门下 最终呢 这个 成为了一个奥运的冠军 这也是乔云平的一个 非常自豪的地方 现在对山东队来讲 就是要绝地反击 只有顾一亭能够赢了曹真 才后面才有可能继续 按照排阵来看呢 就如果说 顾一亭要输给了曹真 那么 解放军队将以3比0 战胜山东队 因为在前面呢 解放军队的木子 3比0战胜陈梦 解放军队羊羊 3比1战胜李小霞 如果曹真是输给了顾一亭 那么就1比2 接着是第四盘 解放军队的木子 对山东队的李小霞 第五盘 是解放军队的羊羊 对山东的陈梦 解放军队的教练李 顾一亭就是一个17岁的女人 她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她曾经获得了世界青年 我印象是青年比赛的冠军 拿过一次 曹真比他大几岁 所以曹真来讲呢 他是两次获得世界冠军 都是混合双打的冠军 一次是2009年 一次是2001年 和李平 好像还有张超 是两次配合获得了冠军 曹真三岁就开始打球了 从小就接触平方球比较早 然后到97年的时候进入了八一队 后来进入国家队 他是国家队特殊打法里边 最优秀的一个 就是他的反手是升脚 这次的全国比赛呢 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就是在女子团体比赛里边 必须要有一个特殊选手的打法的代理 旁边的这个女选手是木子 木子在第一盘的比赛里是2比0 战胜了陈茂 山东鲁能在俱乐部的建设中 是很有特色的 他们有很多的后备队伍 包括就像顾一亭 像陈梦这样的一路年 都是从小的一步一步的培养起来 所以在理论上来说呢 鲁能乒乓球俱乐部是一个 真正的这个企业的一个乒乓球俱乐部 而且他们和这次的山东队的比赛 现在代表的是山东 来打这个全国锦票赛 很快呢就要进行拼超联赛了 拼超联赛是10月17号 在山东济南举行开幕仪式 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比赛 欢迎届时收看 谢谢大家 现在顾宇平发球 今年17岁 他是04年进省队 09年6月进的国家青年队 漂亮 顾宇平也是同年领组里 中国最优秀的一动员 现在曹真发球 这样顾宇平就以11比8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目前解放军队是2比0盘数领先 第三盘正在进行的是曹真对顾宇平的比赛 稍后来看第二局 观众朋友大家看到了张家岗体育馆 很多青少年都在来观看比赛 这个对他们在幼小的心灵对乒乓球的喜爱起很大作用 乒乓球可以说是为祖国争夺了很多荣誉 但是在当前的更重要的就是国球为国民健身服务 怎么样的通过乒乓球这样适合亚洲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这项运动 能够使人们身体强壮 不得病 生活质量高 健康快乐 这也是国家体育总局聘育中心目前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们也开展了很多像会员配方球赛 像包括一些我们专业运动员下基层的一些表演 现在很快就是市场 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很快就要拉响 拉开序幕了 这次的三六一度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打破了过去俱乐部人员流动的一个屏障 比如像郭岳就走出了辽宁 很多学生像刘世文走出了广东 这样的人员流动起来以后 就使得市场更加活跃 很多俱乐部的代表也提出希望能够在这个俱乐部体制下 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体制下成为两条体制 使俱乐部的机制更加灵活 企业的权力权限更大 更能够以这个商业为中心来运作这个平方球俱乐部 所以现在中国乒乓球也正在积极的推动这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顾宇廷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 目前山东的青少年的开展还是比较好的 在今年8月举行的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上 像山东啊广东啊 这都是培养青少年方面走得比较靠前 那对曹珍来讲呢 他的反手是生胶 生胶呢 就是首先呢 他是胶粒冲外的 属于正胶系列 但生胶呢 就是这个胶粒是透明的 他的速度呢 比较快 摩擦球 摩擦球比较差 相反的也不容易吃球 所以他主要的特点就是 弹击的速度快 而且球有些下沉比较怪 所以曹珍呢要发挥这方面的特点 只要他速度打出来了 会停的这个旋转就比较困难 厂上比分是6比5 厂上比分是6比5 过来 加油 现在曹城发球 现在是顾一婷发球 他曾经是获得了中国和世界平方球团体挑战赛青少年组的团体冠军 身体素质非常好 左手红我球板 有点这个晨起的这个特色 山东队和解放军队呢 解放军队由于在前两盘 木子3比0战胜陈梦 杨阳3比1战胜李小霞 所以解放军队目前是2比0领先 如果曹真再取得了第三盘的胜利 解放军队将以3比0获得胜利 所以现在对顾一婷来讲呢 就是绝地反击的一个最后机会 曹真是以快 顾一婷是以转 就是看谁能够先控制好 如果曹真的速度打出来 顾一婷的旋转就很难制造 如果顾一婷的球转起来了 那曹真发力 抢快也比较难 曹真调打正式输 现在顾一婷10比8领先 现在顾一婷站在反准队发正手 弹高抛球 得分了 这样顾一婷就以11比8 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目前是2比0 暂时领先 稍后我们来看第三局的比赛 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的比赛 那顾一婷这个队员 我们可以看到身体速度比较好 而他有这个陈起一样的凶狠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稳健性呢 确实又比较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作为17岁的小将 04年进省队 09年进国家青年队 现在这个年龄组里面是可以说是比较突出 这是亚洲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 来 继续比赛 来 继续比赛 15年 从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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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被l 好 好 漂亮 贵平现在优势明显 主要就是在前三板不吃亏 在相持过程中 他对曹真的生交并不惧怕 而是反拉能力很强 贵平也是交作云台山杯 U17乒乓球挑战赛中 涌现出来的一个年轻运动员 现在进入前八名的队是这样 有山东队解放军队 正在进行争夺前四 然后江苏队和辽宁队 江苏队辽宁队的胜者 将和山东队解放军队的胜者 来进行半决赛 然后广东队和四川队 争夺一个前四 山西队和北东队争夺一个前四 这次全国平凡球锦标赛团体比赛 是有28支女队 他们被分成了八个小组 小组取前两名 一共16个 八个小组前两名 16个队 他们分别是山东队 云南队 广西队 解放军队 湖北队 江苏队 河南队 辽宁队 广东队 上海队 内蒙古队 四川队 山西队 河北队 黑龙江队 和北京队 然后进行捉盗厮杀 然后呢 山东 赢了云南 解放军赢了广西 江苏赢了湖北 辽宁赢了河南 广东赢了上海 四川赢了内蒙古 山西赢了河北 然后北京赢了黑龙江 这样呢 就产生了前八 然后呢 再捉盗厮杀 就是山东和解放军 正在比赛 江苏和辽宁要比赛 广东和四川要比赛 山西和北京要比赛 最后呢 赢者进入前四 再进行半决赛决赛 最终在明天 将产生冠军 今天顾宁庭的表现 是非常不错的 在第一盘呢 是木子三比零 战胜山东陈梦 解放军的杨阳 暴冷吧 可以说 是三比一战胜了 奥运冠军李小霞 目前是二比零 解放军的领先 现在是第三盘 顾宁庭正在 在反击 第四盘比赛 应该是解放军队的 木子和山东队的李小霞 这是双队的 第一主力的交锋 今天曹珍的这个状态 也不是特别好 除了技术以外呢 我们看到 就是他的兴奋度 并没有这个顾宁庭的兴奋度高 第四盘比赛 在这本场设计宁庭的大昂能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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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了盘点 这场比赛如果顾雨婷再赢一分的话 那么双方将进行第四盘的比赛 就是第一阻力的比赛 煽动李小霞解放军木子 这样顾雨婷就以11比7 又取得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顾雨婷就战胜了曹真 为山东队绝地反击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接下来就是到了第四盘 双方第一阻力由解放军的木子 对山东的奥运冠军李小霞 好我们稍后见 先看 好 看看 谢谢大家